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知道 我的保险是不是一生效 我就可以马上去看医生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客人啦 观众朋友啦 网友啦 都很想知道 他们最近呢 保险已经生效了 然后想去看医生 可是又怕保险公司不理赔 那应该要怎么办 其实呢 针对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 想要提醒各位朋友的 如果说你的旧的保险 跟新的保险中间 有超过63天的时间没有保险 那你的新的保险呢 针对你的旧的疾病 就会有六个月的等待期 就算你的新的保险已经通过了 你也必须要等六个月之后 才可以用你的新的保险 去看你旧的病症 举例来说 我的新的保险呢 是3月1号生效的 可是我的旧的保险呢 是在12月1号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有三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90天 你是没有保险的 就算呢 你在填表格的时候 老师把你的病症 旧的病症告诉保险公司 他们也让你的保险生效了 3月1号以后 你必须要再等六个月 你才可以用你的新的保险 去看你旧的疾病 如果说 今天你有高血压啦 胆固醇啦 其实是固定需要吃药的 但因为你过去63天的时间 没有保险 新的保险公司 也给了你这个保险 你在六个月内 是不能用这个新的保险 去拿那些药的 你还是要自费 等到六个月之后 你才可以用这个新的保险 去拿这些药 所以朋友你要记得 新的保险跟旧的保险中间 千万不要让它中断超过63天 你的保险的coverage 最好是衔接上的 对你的旧症来说 会是比较好的 而且保险公司也会比较放心 把保险给这样子的客人 所以千万不要让你的保险中断 超过63天哦 最好是德鸟